汪同学1月31日从奥大利亚回国 一回到祖国就被送到光月酒店 计一下时间 今年的春节他都只能在酒店过了 房间里多了一束更加美丽的景色 因为出不去可以看到一个好看的植物 为了令好像汪同学那样 要在广州定点隔离酒店过年的境外输入人员 感受到温暖的广州年味 2月8日广州市总工会 团市委、市府联、市科协联合 向全市曼明在医学观察定点酒店隔离人员 送上充满寓意的年吉年花和防疫香囊 其中还包括刚刚建策旁边的街坊 他们收到礼物都说很惊喜 这是我第一次来广州 所以我真的是挺惊到我了 我觉得所有的主持 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 主持这种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所以我还是挺新鲜感的 年花年吉都是传统的风俗 平平安安 大吉大利 也有个好意头 很有人情味 这个我没想到 所以挺好 据统计 相关部门一共送出了18700盘年吉 还为问了30位经过14日医学观察期 在当日返回家和家人团聚的人员 江月酒店总经理介绍 过年期间 预计酒店会住有80到100名隔离人员 也会为他们送上软心服务 在餐饮上面做一些年味的调节 也能感受到我们广州这种年味 一个就是准备一些我们广东的一些白切鸡 扣肉这些肉类的 我们也为客人准备了一些汤圆和饺子 那么到年30碗的时候我们送上去 这次花城有爱在税过年关外行动 还会对异地务工人员 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等不同群体 进行12项关外行动 令在广州过年的人员 过得安心、舒心和快乐